這個小咪跟小張 大家不知道哪一個 反正它這樣都出現的話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用關 因為其實關鍵字查詢很重要 你不能說你什麼 這樣客戶名稱有時候太長了 你可能就輸入兩三個字 它自動跑出來就OK了 那怎麼做 特別注意在這個地方 關鍵的地方請注意 如果你要做關鍵字篩選的話 主要是在這一個criteria 當然我們criteria 我是把它拿掉了 條件 在這個條件裡面 我們過來的話 可能就是本來叫什麼 也許叫小 小咪這樣子的一個字串 如果輸入X是小咪 帶過來的話 它就是這個字串 假設OK 那如果你要是關鍵字查詢的話 記得你必須在這裡面 多增加三個符號 第一個符號 請你給等於 第二個符號 請你給前的信號 後信號 這樣就OK了 意思就是說 在條件裡面 你必須多增加什麼 一個等於跟一個信號 這個信號 前後信號是不管前面是什麼字 不管後面是什麼字 只要是有這中間 這一個字 或者這個詞出現的話 那就幫我調出那些資料過來吧 OK 意思是這樣子 那可是問題 如果要改的話 這個地方可能比較麻煩 因為我現在是直接打這兩個字 但如果未來你希望把X 直接放到這裡面來的話 因為X是一個變數 所以有點像 你要把一個變數放進來的話 前面有講過 類似像這樣 1 雙引號 雙引號 移到中間 && 移到中間 再加一個X 然後把&符號 怎麼樣 空白 有沒有 加空白 這樣就OK了 特別注意 這個有一點點 不是那麼好瞭解 但是關鍵的地方就是 前面你要加一個等號 一個START 後面一個START OK 這樣就完成了 其實怎麼會知道說 用這個星號 其實主要是利用什麼 利用這個篩選 但你們如果有些不會做 其實當然錄字句集也是個方法 就是從篩選裡面 然後你可以用錄字句集 找到文字篩選裡面 會有個包含 那包含錄字下來的 就是剛剛的那樣的結果 OK 只是說我覺得 你當然錄字句集很瑣碎 很花時間 如果你想要徹底了解的話 請各位回去 用錄字句集 你再去看裡面 錄字的結果 其實就是那個了 我只是把最關鍵的地方 抽離出來 不然的話 我剛剛錄字太麻煩 所以還要花很多時間 所以這部分 我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怎麼來的 OK 好 所以以後如果有些東西 你不會寫 沒有關係 請你用錄字句集 然後針對錄字下來的東西 你去做套用就可以了 知道怎麼套用比較重要 好 那我們做完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再來就測試了 所以這個地方改完了 特別需要改成這樣子 關鍵字 OK 然後所以 如果我今天輸入了小 那它當然一樣 它只會增加一個小的工作表 所以也就是那關鍵字 然後也會幫我把那個小這個字 放到篩選條件裡面找到 只要是 裡面有小的 反正不管前面後面 都會出現 我們來試一下 找一下 比如我找一個小 OK 這邊的話 切一下 好 所以按個確定 那自動會幫我產生一個小 但是這裡面的話 可能會有小咪小張 有沒有 OK 所以這地方的話就關鍵字 那或者是說呢 我找一個什麼 找一個 老 老 這一個 找 算了 那就這樣 大概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那其他的話 你想說 老師那如果我今天呢 我要篩選 比如說 熊 熊應該就是英雄 OK 有沒有 就英雄 OK 那當然